中山时期的房子还可不可以买 作为老城区 实体经济最早最发达的板块 现在居然要面临着 实体崩溃人口外溢的双重困境 早在1980年代 中山侧县立市之前 时期早已经是中山的中心 按照那时候的说法叫高级 现在的来讲叫高配 三业份为行政大楼三甲的医院省级的教育 清衣式的配套资源 中山的文化步行街也在这里 可谓是风光无限 但随着后面这十几年以来 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金融冲击到电商冲击 再到现在的疫情影响 时期的三业经济已经是江河热下 城市基建老化更是不堪回首 所以时期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三旧改造 旧的道路交通 旧的三业模式 旧的民房洋楼 它的主力在于整改的成本高 地价的成本高 大点的开发商觉得无力可图 小点的又有心无力 才会有新规划出炉的 起将新尘 所以中山的房子不怕多 就怕执救 房子宁愿新的好 不要老破晓